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最好的安排 英国前首相劳和乔治有个习惯 喜欢随手关上身后的门 有一次他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 他也是经过一扇门 就把门给关上了 朋友问他 你觉得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 首相劳和乔治说 当然有必要 因为这也是一生要做的事 当你关门的时候 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 不管是美好的成就 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 然后 你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把烦恼抛去 把多余的杂物扔掉 和不必要的人 断开联系 朋友小林曾经经历过一段 撕心裂肺的感情 当时和男友谈了五年 原本都已经认定对方了 但是却发现 他出轨了 那段时间 小林情绪非常低沉 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去做 但后来他想通了之后 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认真生活 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一次工作项目当中 他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有才华 有上进心 又对他体贴专一 他说 如果 那个男孩没有离开我 那么我的生活 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精彩 也不会遇到 更好的人了 最近听到前男友准备结婚 他也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了他 你看 路过的都是精彩 留下的都是幸福 许多令人执着的事 过去了之后再回看 不就是过眼云烟吗 看淡一些 心就没有烦恼了 看透了 世界就简单了 放下往事向前走 才会更加美好 失去了自信 与对未来的想象 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 繁华终会落尽 而繁朴归真 才是美呀 这些当下 好好地爱自己 邻居家有位阿姨 十几年前和丈夫离婚 她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 所有都是靠自己 现在孩子长大了 平时也很少回家 自己一人独自生活 在外人看来 她是非常孤独 但是她并不觉得 其实她每天都到处去玩 离家近的就坐公交车去 远的旅行 就叫上几个姐妹一起出门 平日离逛逛商场 买些好看的衣服打扮自己 吃完晚饭 便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吹吹晚风 有时候还会叫上姐妹 来家里打打麻将 打麻将累了 就一起做饭 这些日子对她来说 特别惬意 有人问她 你自己一个人 不觉得无聊孤独吗 她说 也没有啊 我的生活 是活给自己的 每天享受生活 快快乐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花钱也不心疼啊 你看 找点快乐的事做 把事情简单化 会让生活变得 有趣起来 珍惜当下 好好爱自己 去享受生活 去拥抱当下 给自己一点 放松的时间 王维的《中南别夜》里 有一句诗 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事事纷扰太多 只有当下最重要 余生上场 不必慌张 未来的生活 都藏在我们 现在的每一天里 此刻 几是未来 幸福而简单的生活 值得我们去体会 人生漫长 开心或不开心 都是一辈子 何不让自己 开开心心呢 把不愉快地 留给过往 把阳光愉悦地 放到现在 不为往事扰 余生 只愿笑 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道圣先生说 以乐观态度 面对困难和逆境 乃是人生成功的铁则 听到一个故事 一位男子 因生活压力 而烦恼不已 想要寻求解决方法 于是找到了一名智者 智者没有正面地 回答他的问题 给了他一个篓子 让他边走 边捡起路上的石子 这位男子 便一边走 一边捡起各种石头 但是他走着走着 身上的石头 越来越重 导致他寸步难行 最终泪倒在地 智者告诉他 其实你只要把 篓子里的石头 倒出来 便能轻装上阵呢 生活也是这样 如果你每件事情 都放在心上 事事纠结 那么生活 就会把你压垮了 如果你懂得断舍离 放下不重要的人或事 人生就会越走 越轻松 遇到烦心事 愿你有所总结 有所消化 在往后的日子里 不再苦恼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习习有段时间 被生活上的各种事 闹得心里交瘁 新人出岔子 最简单的事都做错 同时又在暗地里算计他 让他在领导面前 下不来胎 家里的小孩又不听话 经常回家都闹心 又要还房贷 车贷 让他手足无措 他每天都会为 各种小事纠结 比如觉得自己 哪里做得不够好 命怎么这么苦 为什么总是要面对 各种琐事等等 他开始调整自己 给自己放一天假 去郊外散步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到展馆里看看画 然后在公园的长椅上 坐着发呆 吹吹风 慢慢地 他感觉时间慢了下来 生活的事情 也变得没那么痛苦和麻烦了 其实生活里的事情 没有变少 只不过面对事情的心态 变化了 就要放平心态 把事情一样样解决 再难的事情 也会过去 《时宗罪》里说 事事纷扰 烦恼无数 原因只有三点 看不透 想不开 放不下 愿你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得失皆随缘 人宽心自安 人生本过客 何必太执着 和过去释怀 与自己和解 愿你不执着于过往 简单随心 烦恼无忧 不纠结故人 往事清零 爱恨随意 不乱于当下 化繁为解 热爱生活 好了 这边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他 请在文末 为他点个赞看 转发的朋友圈 和更多的人 进行分享 我是韩星 韩飞子的 韩天上星星的星 韩星是我的本名 也是我公众号的名字 何其幸运遇到你 今天就是这样 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